这是新铁的开服爽号 基本上老版本的限定角色都有 不过现在的游戏体验 其实和痛苦号没什么区别 在上期回归新铁之旅的视频中 我们稍微展示了一下开服平民玩家的宝库 并且成功的将偷袭我们大虫子送走 不过随着软媒主线任务的完成 我们好像迷失了一些发展方向 如今可以抽限定卡持100多次 老赢的大保底也是稳稳的了 并且嗑了个小月卡 后续大月卡满集后也会嗑一下 然后再一次性领取 体验瞬间满足的快乐 不过魔女宇宙9还没解锁 环游环在最高难度也打不过 万剧之旅旅观一亭也没通关 还有很多活动奖励也没有领取 剧情也没有体验 如果能将以上这些关卡 剧情全部通过看完 最终获得的新穷奖励绝对不会少 在回归新铁之旅的 第一期第二期视频的评论区中 我们也是又又收集了 各位大佬道友的宝贵建议 将阵容搭配更加完善了下去 除了黑卡DOT队 还有老景站起来 对愣还能一战队 真理依旧一副队 根据不同的高落点上不同的组C 所以我们目前还缺的 就是量子与火属性的组C 劳影一出我就要抽他 谁赞成谁反对 但是按照下的情况 还是老老实的将以上全体角色 关键技能加8 行技全部解锁 仓库内主条正确的仪器 直接强化加12 不过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 而且我们的后背 隐藏能源已经完全磨得了 就剩下了一些懒料 因此只能将时间线拉长 然后我们这个回归新帖之旅的视频 大概率要变成周更节目了 而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 全剧情 全关卡 全活动 全深渊的满星全通 但是目前肯定是打不过的 只能上线做做每日 刻一张小月卡 淋淋心穷 同时最近刚好有一期双倍活动 然后再刷刷模拟宇宙 获得一些仪器 然后开始挑战 之前打不过的 还与还摘 虽然这个是新帖的开服爽号 但是拿这些老角色去挑战新的副本 还是有些难度的 说这么多 我们的蓝料也消耗的差不多了 全体角色的练度都达到了关键技能8级 仪器主条正确的强化加12 星际全部解锁 当然仅限我们的黑塔DOT队 还有老景站起来队 任还能一站队 真理依旧易富队 现在就去启动 模拟宇宙的 还与还灾的难度4吧 挑战本次关卡阵容 我们用的是真理依旧易富队 由宜兰 真理 伯罗尼亚浮悬组成 后续生存压力大的话 将伯罗尼亚换成罗刹 就是这么简单 而命图方面 我们踏上许列命图 因为可以与风劳 欢愚进一步组成回响 况且我们真理一生 这位许列输出角色 也需要欢愚的buff 增加追加攻击得伤害 而风劳可以帮助 练度不够的我们 提升一些生存能力 关于过程中 猎杀铺满获得祝福与奇物的过程 就不给各位道友们展示了 总之这是我们最欧还的一次 许列祝福真的是拉满了 同时风劳与欢愚的祝福 也拉满了 就突出了无敌 同时猎杀铺满的爆伤加成 也要到了210% 我觉得这一下暴击 少说也得有个6位数伤害 最终boss我们来了 进入战斗前 将伯罗尼亚换成罗刹 增加一下生存能力 同时上一下buff 再进入战斗 要不然就这个状态和血量 感觉要出事 银狼负责挂负面buff 给这里一生增加伤害 而伏旋与罗刹保证领域的开启 增益与保护全队即可 暂几点几乎都给真理一生使用 兑换怪物数量足够时 伏旋罗刹开大保证生存 同时有欢愚buff的加成 这两位辅助的大招伤害 也完全不会低 再加上宜兰自身的减防能力 直接将全体角色的伤害拉到了极致 更快我们还有 许列纷饶欢愚的大招 可以猎杀对面这些防御猎物 根本不用担心 和之前一样被直接团灭 前面两个阶段很容易的就打过去了 这里的一个珠奇伤害 直接几十万 一个小技能也有个十几万的伤害 大招也有几十万 就是如此强大 在三阶段时 这种大虫子会复制出 与自身相同状态的风生 此时伏旋的状态还是挺危险的 毕竟一个群体攻击 就会把伏旋被动打出来 不过好在有罗刹的存在 群队里的生存还是能够保证的 随着大虫子风生的消亡与自爆 这场战斗的结局 其实已经缺热了 他们的合击技能到结局了都还没有开出来 这李医生的养成是真的不屑亏啊 之前居然觉得巡递角色全员拉垮 果然还是格局小了 那么本期视频的接下来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续的账号发展 大概是以满星通关望趣之听 还有体验追星活动剧情为主导 哦对了还有最关键的 这劳银一出直接大包地抽他 够到有我们下周四的 回归星铁之旅视频再见 拜拜